歌手许廷坑5月2日现身香港商业电台宣传新歌单数 许廷坑表示新歌是对自己的单身宣言 自己八年没拍拖了 期间曾经拍过散拖 圈内圈外的都有都是别人介绍的 但是最终没办法将感情维持下去 说真的我都单身了大概有八年多吧 在入行初期的时候其实是有伴侣的 那个时候就因为他也不习惯我入行 就是会跟其他女生拍MV啊亲密啊这些动作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的太多的摩擦吧 但是现在过了那么多年发现其实单身有好处 就是可能有一些时候你可以自己做很多东西啊 然后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就是这样会不会让伴侣不舒服啊这样子 所以现在如果真的以工作为主的话 其实单身还蛮OK的 另外许廷坑的好友胡红军 最近被传出态度嚣张 指自己厉害过林峰 遭公司雪仓 而原本由胡红军演唱的剧集主题曲 更临时由郑俊宏取代 其实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呢 胡红军嘛 他应该 我觉得应该他没有被什么封杀这样吧 因为他好像我知道他是在拍剧 然后他也比较少见面最近 但是他很好就是在我生日当天 他好像抽了两个小数过来 就是跟我庆祝这样子 所以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开心 或是怎样被被 被就是被 我不知道怎样说国语 但是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 那也知道他是非常努力 他是一个非常诚恳 非常用心去做自己的工作的一位艺人 然后常常我都觉得自己有点不及格 作为一个艺人就很专注就在唱歌方面 但是他可能一方面也有拍剧 也有做音乐 他是比我辛苦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我也希望他会 就是能够有多一点机会 或是有多一点空间让自己休息 这样就好吧 魔方全媒香港报道